若非群域山头县 会向摇台月下风 这位师太好风采啊 什么时候藏着这样一位师外高人啊 童游大王刘云香因两个女儿 同时爱上一个男人 闹得不可开交 带他们来寺庙拜见金月师太 请她开解 长女刘天禅乍见师太 惊为天人 两句赞叹的诗脱口而出 这是年度大戏 一代红商 动人的一幕 这位师太是谁 配得上大诗人李白 如此艳丽诗句的赞美 美丽的背后竟还隐藏着一顿不堪的耻辱 挑灯西窗下 书香伴我眠 大家好 这是读书频道西窗书香 欢迎点赞 订阅 分享 一代红商据讲述 二十世纪民国制抗战时期 香商艰难支撑国家 半壁江山的故事 剧情围绕着一桶清代底油展开 这桶底油是湖南红江 童油商人的镇江之宝 也是军阀与日本人寄予的宝物 童油大王刘云香与世交 杨童昌两家人 为守护底油 刘家失去了夫人 杨家丢了女儿 原来 军阀许安帮勾结山贼 熊子贵抢夺底油 杨夫人抱着底油躲藏 顾不上孩子 刘夫人则惨遭熊子贵凌辱 羞愧难当 从此顿入空门 两个女儿自小失去妈妈 见面时任步的亲娘 只震惊于她的美丽 天宝元年 公元742年 唐玄宗下令征召当时已42岁的李白进宫 李白甚为高兴 以为从此试图通达 意气风发地写诗告诉家人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背起是彭薅人 抬头望天哈哈大笑 开开心心出门去长安 满腹诗书经文的我们 岂能埋没民间 甘做平庸之人 李白抵达长安 就受到唐玄宗的隆重接见 原来唐玄宗看重的是她的诗才 把她当御用文人 每逢玄宗携杨贵妃外出游玩 都让李白陪伴左右吟师助兴 一个春天的晚上 唐玄宗带着宠妃杨玉环 呈月色观赏 移植到陈香亭的四株名贵牡丹 花香月色之中 乐师李归年正张露着黎原班子 准备开唱的时候 唐玄宗觉得赏明花 对妃子 此情此景不能再唱就此 于是叫李归年拿着金花尖刺给李白 让李白赶紧写词 哪想到这时李白正和几个朋友 在酒楼喝得鸣鼎大醉 李归年无奈之下 只得用冷水将她畸形 嫁进兴庆宫 李白虽醉却失信大发 一口气写下了 清平吊三首 刘天禅用来赞美母亲雍容华贵的正是第一首 云响衣裳花响容 春风拂见陆华农 五彩云霞般的衣裳 花一样的面容 就像那沾挂着露珠的牡丹 让吹过栏杆的春风 轻轻浮动 若非群玉山投剑 会向摇台月下逢 李白 清平吊 其一 如果不是在西王母居住的群玉山看见她 便是在月光下的摇台 才能和她相逢 李白借比喻手法 写出杨玉桓衣着的华贵和容貌的端庄美丽 说她是仙女下凡 群玉是西王母居住的地方 摇台是西王母居住的宫殿 云响衣裳花响容 一句诗可以有三种解读 前面用的 是把想作相解 第二种作相解 主体是我 即看到云就想到杨贵妃的衣裳 看到牡丹花就想到杨贵妃的容貌 第三种也作响 但主体是云与花 意思是 云响变作贵妃的衣裳 花响变为贵妃容貌 也极是 连天上的云彩 地上的花王都羡慕杨贵妃的容貌 杨贵妃的衣裳 哪一种解读你更喜欢 第三种是不是更鲜活 云响衣裳花响容家具千古传颂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 就用她来形容 神雕侠侣 绝是美人小龙女 流行歌曲也用她作曲名 她也成了电影的片名 鹿华农三字 还被世界知名化妆品品牌 Revelin选用为中文译名 第二首 用了两个古代故事 乌山云雨 和环肥燕兽里的赵飞燕 一只农燕露宁香 云与乌山网断肠 杨贵妃美如牡丹燕丽芬芳 楚王梦与神女 在乌山云与欢慧 毕竟虚无缥缈 突然使人神伤 借问汉宫谁的似 可怜飞燕以新装 李白 清平调 其二 请问汉代宫廷中的家里 有谁能比得上她 就算古代美女之一的汉成帝的皇后 可爱的赵飞燕 也要靠精心的化妆 第三首用 汉书 《向武李夫人传》 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 的故事 说杨贵妃是清国清城的绝世美人 明花清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带笑看 面对牡丹花王和清城清国的绝世美人 皇帝总是笑咪咪地看着 解释春风无限恨 陈湘亭北以栏杆 李白 清平调 其三 在陈湘亭北与爱妃双双一位以着栏杆 即使有无限春仇春恨 也都在春风中消失调了 三首 清平调 第一首写空间 把读者引入长宫狼院 第二首写时间 把我们引入楚王的阳台 汉城帝的宫廷 第三首回到眼前的现实 点名地点 在唐宫的沉湘亭北 三首词挥洒自如 一气呵成 深得唐玄宗与杨贵妃喜爱 从此 清平调 也成为岳府取名 纵观总体词句 从头到尾都是在歌颂杨玉环的美 把杨贵妃捧上天 百般讨好皇帝的宠妃 与豪迈潇洒的李白 简直不是一个人 因此 有人说 这是李白最为肉麻的诗作 你同意吗 也有人认为 李白最肉麻的诗 是另一首的春丝 燕草如碧丝 秦桑低绿枝 燕帝的小草 像碧绿的绒毛一样 柔滑如丝 秦帝的桑叶 早已茂密地压弯了翠绿的树枝 当君怀归日 嗜切断肠时 狼啊 当你在怀念家乡盼望回家时 我早就因思念你而肝肠寸断了 春风不相识 何事入罗尾 李白春思 春风啊春风 你我素不相识 为何要吹进罗杖 撩拨起我的仇思呢 这首诗写一位出征军人的妻子 在明媚的春日里 对丈夫刻骨铭心的思念 李白有诸多诗作描写少妇的心理 春思是其中著名的一篇 在古典诗歌中 春字往往雨带双冠 既指自然界的春天 又可以比喻男女之间的爱情 提名春思 就有思春的含义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 老公 我想你了 两处春光 异地相思 感情细腻 委婉动人 你同意这是李白最肉麻的诗吗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订阅 分享 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